雖然有些這個藍營朋友 一再的質疑跟詆毀 但是我們的國產疫苗 能夠自己解盲成功 而且看起來數據是不錯 我要請教專業的劉院長 怎麼看這個高端疫苗 解盲的結果 是不是值得國人信任 其實我先講那個學生 在考試就會上榜 那個我高中同學 有一個後長考上臺大醫科 我們知道他高二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會考上臺大醫科 每天念書字典都背起來 就是他的優秀 長期性的觀察 最近大家突然間 全國都變成疫苗專家 也是好事 科普大家更加的研究 所以我們很多 包括一些毒皮膚科 密尿科精神科 大家一起來參與 可是我覺得相信一個科學 要長期性的觀察 我現在相信陳建仁 副總統的原因 是因為他本身就是 公共學的專家 他今天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解除大家對疫苗的焦慮 透過我們現在 這樣高端 昨天的解盲 我覺得是相當的成功 無論是從副作用 非常的低 因為他本身就是 吃蛋黄蛋白 吃蛋黄蛋白本身 我們無論是B型肝炎 或者肺炎鏈球菌 就是這樣的製造的過程 所以他發燒比非常低 因為我很多的同載 包括部立桃園醫院 台大醫院或酸核醫院 很多的醫護人員 都在參與這樣一個計畫 另外一個就是打進來 陽轉就是有反應的 比例相當高 百分之九九點多 九九點多 另外一個是效價的問題 可能大家不要不熟悉 就有關他的抗體的效價 就是說他多厲害 我們講白話一點說 他多厲害 如果我們昨天看的話 是六百多 我這一張 這也是世界上的文獻 不然還有後續 還有很多的比較 我們昨天說 他一個叫 這個叫做 他的 GNT的效價裡面 這是在AZ的部分 是三百多 如果是Modella 也是三百七十幾 我們那是六百多 當然有一個就是 六百多就代表 比你說AZ跟Modella 更好 當然還有會說 是因為他不同的實驗環境 會做考量 可是在我們當中裡面 其實是給我們有信心的 當然後續還有我們政府 針對AZ來做比較 就是免疫的 調接的問題 來做一個比較 是 其實說目前在台灣的 其他一個小部分的單位 做一個研究 其實AZ的效價 可能也是兩三百多 跟這國際的 的比較是差不多 所以昨天 那個高端的解盲 有到六百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相當的 一個驕傲 所以我覺得 我為了疫情淫故 所以先打了兩劑AZ 不過真的 以後陸續還有第三劑的高端的話 如果在許可上面 我是願意來做事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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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